還要再一年的時間嗎? 不需要 半年左右應該可以完成 不需要 半年內一定可以完成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之前海軍國王部規劃的下一代的艦領規劃裡面 潛艦、懸防艦、巡邏艦、救難艦團這些都有 我們沒有看到驅逐艦 就是我們的主力驅逐艦或者神盾級驅逐艦的這個部分 海軍對這個想法是什麼樣 各位報告,我們國艦國造的決心沒有改變 第二個,我們要先會走再開始走 所以我們先推新一代巡邦艦 新一代巡邦艦做成我們要自己的既得艦 要自己的驅逐艦 所以你未來是認為驅逐艦應該是以國艦國造的方式來推動就對了 因為我個人也不想再用人家使用二十幾年的艦船 離福建啦、維修 我當得非常的痛 好,那再下來我要問一個關於這個空軍的部分 這個我要問一下空軍就是說 前兩天我問到F-16B 首批試駕已經在做了嗎? 我聽到那個消息已經接近一年的時間 首批試駕驗證完畢了沒有? 像微報告就是說 目前我們有完成移架的試駕情況都是正常 對,我知道試駕,因為試駕很早以前就試駕了 我了解,我是說 首批試駕驗證F-16B的試駕驗證 達到戰鬥的符合要求 這個完成了,這個不能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所以 現在就是它試駕完成 現在還在做地面上相關的檢測 那所以第一批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正式的交界啊? 像微報告我沒有分幾批 對對對 不是按照計畫的進度 對,那你說你最早 因為最早的那批我記得去年年底 你們就說要再試駕了嗎?對不對? 是 對,那已經接近一年的時間了啊 因為試駕的過程中就是 有修正嘛對不對? 所以你預估還要再一年的時間嗎? 不需要 半年左右應該可以完成 不需要 一定 半年內一定可以完成喔? 對 無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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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